要基本DL顯卡跟記憶體要夠 這個軟體主要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有顯示獨立顯卡跟記憶體多一點 好 那更新的就是NewSync 不存檔 就會再回到這個畫面 好 那我們選一顆球 好 從這一顆球開始做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練習 那到Image Browser 只像剛剛給同一個檔案你把它解開的話 應該就是這一堆圖 好 那其實比較好的方式是把它 弄個幾張你想做的拼成一個圖 放在背景比較好 那這邊都是你可以參考的 南瓜有各種奇怪的造型 那看你高興做哪一個都可以 免得上我就選標準南瓜啦 這個啦 最標準的長相 那怎麼拿來做參考呢 選這一個 選你要用的圖 選你要用的圖 你要選這個也可以 這好像更好畫 選你要用的圖 然後選這裡有一個 有三個箭頭的 一個是變成Stamp 當筆刷用 一個是變Stantial 當模板用 還有一個就是變成Image Plan 影像 影像版 那就會出現在這裡 好 那 然後 那我們的球到哪裡去了 這裡呢就是 它這個影像版還是立體的喔 所以你要到Object 不是Object View 這裡 找到 Perspective 這裡 好 那 展開 找到 影像平板 好 影像平板 就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操作四川是Perspective 所以你要到這裡來 找到它 找到這個影像平板 它有一個東西可以調 Visibility 你可以調淺一點 調深一點 當然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調的是位移 我們要調的是位移 所以把它往遠方移動一下 呃 先往旁邊移一點點好了 我習慣往這邊移一點 所以XY 負的X 負0.5 看看 不夠 負1 翻旁邊一點 然後我反而放後面一點 深度 有沒有看那個圖 它沒有變大 變遠 變小 可是它其實是在這個空間中 已經變到後面去 所以把它丟到後面去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參考了 這樣就可以參考 所以 呃 我們就有一張 圖在背後可以拿來做為這個的參考 那這時候網格有點礙眼 那就右鍵 GREED關掉 好 呃 GREED沒有開的缺點就是只有一個啦 你不太確定 因為這是一顆球 就不太清楚上下在哪裡 好 那這個要看你自己的工作習慣 要不要開 OK 好 好 那第一件事情我們要想辦法把這個整得像他的樣子 那回到Layer這邊 這是我們的球 可以開始改名了 好 改名稱南瓜 那 開始加Layer 啊 叫做Basic 基礎 D的塗層用來改造型 大概的造型 用低的塗層 比較低階的塗層來做 所以我現在只要用這個塗層做成大概像這樣子 那做的時候就開始使用 那個GREEP 這個叫做抓 好 這個叫抓 它會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呃 筆刷 放大 好 它就會變這樣 那 先找到 接近水平 就是接近 比較接近的位置 然後我要抓下去的感覺是比較平滑的 就這個 就這個在移動的時候拉起來會像這樣 那抓上面的點往下壓 好 直接可以做這樣的操作 那當然 呃 我們也許一開始就這樣做有點太快 所以呢 你可以先用 壓扁的筆刷把上面壓扁一點 再來拉 上面壓扁一點 好 那 選南瓜還有個好處就是 這個的例子 另外一個範例的應用 做的應用就是做 呃 不是西瓜 那個 青椒 因為 這種東西 做起來的長相 只要差不多 就可以了 因為沒有標準南瓜長相 這種例子比較好 適合做這樣的使用 好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弄成像個 古的樣子 然後再換到 GREEP筆刷 好 那GREEP筆刷一定要從 正 接近正側面抓到那個位置去拉 拉 先拉拉看 好像不是我要的位置 筆刷再大一點 好 那就凹下去了 凹太多了 再長度 再回來 好 像這樣子 那底下這裡其實也有 所以一樣再找到 差不多的位置 往上拉 好 它會有點偏調沒關係 這個不管它 因為反正 就不會長得很 很完美嘛 所以這樣子就會得到我們要的 一個基本造型 那從這個基本造型之後 就可以做subd shiftd 好 那再開一個layer 這時候你可以找到 雕塑筆刷 我要做出類似這樣一個鼓起來鼓起來的 所以是這個 按住b 縮小 力量試試看 太大 這樣差不多 好 這個都要自己試一下 好 然後 看看有沒有產生筆刷間隔的問題 沒有 那這還不用動 好 所以這時候就是筆刷的大小 好 那這個你不用 你不用很 不要像這樣 剛剛那樣產生overlap 就重疊就好 那就很開心的自己 好 反正畫不準就undo一下就好了 可以這樣差不多了 那個有點變形也沒關係 好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快就會形成接近的樣子 那剩下這個地方怎麼辦 人工再追加補過來 好 補過來以後有點不太吻合對不對 好 你只要按一下shift平滑一下 這邊就可以補上 好 那當然你的筆刷控制就是要小心一點 我現在是操作得非常快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 精確的去對這個位置 平滑一下 好 其實底下可以不用管它 因為我們只會看 做到上面的區域 那這樣我就得到一個 比較 細節一點的 形狀 好 那就可以在shiftD 再上去一層 開始要做比較細節的部分 好那我們先到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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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這邊 好嗎 我先到這邊 好嗎